往120克的清水里面加入2克的酵母,一小勺白糖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再加入270克的普通面粉,用筷子搅拌一下 搅成这种棉絮状,然后下手揉面 用手来感受一下它的软硬程度 夏天的话,做发面一定要稍微干一点 将它揉成一个面团,然后盖上 请大概10分钟之后再来揉面 这样让面筋得到松弛,很快就能揉光滑了 盖上盖子进行发酵 一把豆角清洗干净,放在开水里面煮大概3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过一下凉水 再给它捞出,控干水分,去掉地 然后将它切成小段 将切好的豆角放进盘子里面备用 锅里放一点油,下入姜末 下入肉末,翻炒一下 炒至肉末松散变色 然后调小火,下入黄豆酱一勺 甜面酱一勺 蚝油一勺 生抽一勺 然后再加上一点鸡精提鲜 再给它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加入大半碗的清水 盖上,将水给烧开 水开之后,再下入豆角 给它翻炒一下 大火,将锅里煮开 然后再加上小半碗的淀粉水 大火翻炒均匀,收汁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盛出,放凉 发好的面团,大概用了一个小时 手指按下去,不回缩 打开,里面非常多的蜂窝孔 然后再按把上面撒上干面粉 进行充分的排气 然后凑成长条,再下成小剂子 然后将小剂子给整理一下 整理圆 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外边薄的包子皮 然后打上馅料,包成包子 最后转一下,收口捏紧就可以了 在平底锅里面刷上一层薄油 将包好的包子摆进去 盖上盖子,发酵 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 现在的室温差不多30度左右 发酵好的包子摸一下,非常的柔软 然后开最小火,煎大概三分钟左右 底部金黄 加入清水 漫过包子的一小半 然后盖上 用中火,煮至锅里发出滋滋响,然后关火,焖两到三分钟,再开盖 开盖之后,用中小火煎一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让包子的底部更加的酥脆 煎好的包子,我们来看一下 颜色非常的诱人 听一下它的声音,就知道非常的酥脆 这样我们的豆角将入小煎包,就可以开吃了 面皮非常的松软,馅料超级的鲜香 现在是吃豆角的季节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拜拜 好吗?